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开明一俗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仙姑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氏无极至尊瑶池老母一嫁亲临 命本堂福神使礼外公接一嫁 命本堂成皇无礼外公接一嫁 其余神人排班后嫁 九天玄女仙姑将 圣氏无极遥迟天母至尊一嫁亲临 神人俯伏公接一嫁 遥迟天母至尊将 律师姚华因运应思时 池惠真权不海眉 天眼昭昭成恶辈 母心耿耿念缘儿 至人一俗梁书造 尊道开明教化师 降下归真记正信 嫁前仙子立无辞 天母至尊一指约 数千年来 普遍流传在人间之迷信烈俗 不计其数 由者乃部分野心分子 欲达目的而故意捏造 是由而于世人 久之相言成习 致成烈俗 亦有不明所以 而穿凿附会 人人疯传而成之 更甚者 因恐惧大自然奥妙之玄虚 而千方百计 欲以安慰人心 致以莫须有之名义假戒 流传于世 代代相言 而成烈俗也 总之迷信烈俗乃严重阻碍正道之推行 盖迷信正道不分 而混为一谈 致使不明之人 妄加平批 甚至毁谤圣道 使有心学道者 或于舆论 人言可谓 而心生退窃 甚至因而入于迷途者不嫌疑 娘有见于此 不忍缘而修道 而入于迷途 或困于烈俗 乃会准南天 特派命驾前九天玄女下凡 戒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以娘独寿之 今止妙法铸造 开谜一俗一书 以开谜正信 自更深年 家月望日起 至新有年 蒲月望日 只为期半年 矫指完书 本书虽非奥妙天理 大道真权之书 但乃受是良真 开谜正信之策 愿而武庙神人 协力同心 书成铸造 莫妇娘意 功成之日 论功声赏 亲哉勿乎 叩首谢恩 九天玄女先姑将 诗曰 凤娘一命下中周 著作真权至不休 今指挥鸾施妙法 开谜一俗愿 看仇 幼师 疾病之缘不畏生 皆因迷信物心情 死猫吊树 施流水 此日为文产化名 盛世 吴凤母娘一旨 下凡著书 见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以金指妙法 开注开谜一俗一书 旨在劝化世人 应行正信 误区迷信 唯因古时明智未开 对于天地之间 部分深傲之理不明 故穿凿附会 或因有人蓄意以玄虚 愚获世人 致世代相传而误为迷信 成为猎俗 本书是针对此而破之也 今夜无手术一文 以物是人 古老相传 猫有久命 狗有阴阳眼 可以看见阴魂 此两种动物之灵异 深植于人心之中 故对之颇怀巨异 若将之杀害 不论有心或无意 人皆具其冤魂报复 不安于怀 故将死猫之师 掉于树头 亦使其上不顶天 下不着地 其魂无所依附 就不能所其冤仇 而狗死 则将其失 放于水流 其意是取其一去不回头 树免所仇之意也 以上两种之作法 实乃错误也 盖猫与狗之灵性 虽叫其他之动物为灵 但亦无久命与阴阳眼之别 更无报复所命之说 但它们虽无此灵异 却均有生命 本有生存之权利 人若蓄意杀之 避甘天怒而昭罪过 盖上天有好生之得故也 若无心而杀害他们者 应将其失 善家掩埋于土 亦则使其入土为安 再则数勉师父重生 而有爱于公共卫生也 若取猫作为料理饮食 取狗作为香肉 贩卖取材之辈 当然有犯杀生之过而结怨 因猫会捕蜀除去人间之害 狗能顾门防贼 对于世人均有贡献 岂可为徒利益而杀之者乎 幼者猫与狗并非天生工人食用之动物 何可杀乎 有诗为证 诗曰 开谜一俗著新书 端正人封信不虚 唯愿世人多了物 免教于或热和儒 又诗 破除迷信正人封 世界文明进步中 猎俗犹存无限感 著书聊作起婚蒙 国语有生善书 杀生至计 非净神之道 九天玄女仙姑将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的信仰 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依靠 以古圣先贤为神明奉祖礼拜 是尊敬其再生时之德性 都足以启发人心向善 也足以代引后世之人 走上正道 因此而受后世之人尊敬 膜拜而成神 更因为他们再生的行为纯正 有功德施于人众 是以死后 其灵光不灭 其浩然之正气 超然升天而为神 神迹正道果 就具有灵威 以驻天道循环 是已形成了人类对神明的膜拜 可是 世人膜拜神明 只是重于行事而忽略了拜神的意义 何谓呢 试看世人之拜神 都用三生无理 载鸡杀羊 供品呈上一大堆 然后就点燃起了几炷香 口中喃喃的祈求神明 保佑赚大钱等 而供桌上的鸡鸭鱼肉等 就任其文银飞瞻 等拜完后收起那些祭品回家 一时之间又吃不完 放住久了发酸腐臭 丢了又可惜 吃了就影响未生而生病 虽说现世有电冰箱等可以冷冻 虽不致立即腐坏 但却已不新鲜了 如此滥杀生命而拜神 以为上天好生之德 虽然家畜乃天生工人食用补给营养 但能少杀 则少杀为宜数免多结仇怨 盖出类亦有生灵之故也 拜神应报效法仙圣先贤的高超风范之心 然后以敬仰之诚来膜拜 纵有所求 则应以至诚之心 以求感应 并非以一大堆之鱼肉 时可表示心诚 诗云 一筑清香透久天若果心正义成 则拜神以清茶素果敬奉 仅一筑清香 亦可上达苍天而得感应 反之 心不正义不成 纵然三生无礼俱全 亦不能得到神明的感应而得服又 祭祀祖先亦然 我国固有文化传统 宿众人伦 是以后代子孙为追思祖先圣德 据设立神主牌位 朝夕敬拜 每逢春秋 并还大举祭祀 此乃表现为人子孙 有一点追思心怀 以尽孝道 而不忘本也 设立祖先神主牌位祭祀 以尽追思祖德 应以心意为重 而不该借口敬拜祖先 而大肆杀生 以饱口腹之欲 然则饮水思源 追念祖先 应以朝夕焚香礼拜 有如祖先在策 成祖夜 应发扬光大 不敢为恶非为 心正一成 不以祖先之修也 宗此而言 敬神祭祖 心成为上 若果心前一成 朝夕上清香一柱 胜果积压鱼肉 满桌祭祀 此乃是之陋习 树印改革 用以茶果来祭拜 既可避免杀生 亦可节约开支 其不两全其美乎 国语有声善书 树 银神赛会 大开请客之陋席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月 银神赛会有名堂 艳客红开始礼香 借口原来贪口腹 不该屠杀压朱阳 幼师 静神如在一新城 何必奢华丽巧名 千载遗留多陋席 开明一俗化群生 宇云 民以时为天 此乃言民生重时 但亦应以宝石不恶为限 否则 过则流于禅 贪口腹之欲 非止民生一事而已 乃奢侈浪费也 试看如今世人巧立明目 借迎神赛会 如迎妈祖 迎城皇等等 大开杀戒 徒牛仔珠 艳客开言 如今尚有偏乡 一家拜拜 全村西吹 肉香远传十里也 敬神守众心诚 恭逢神佛圣诞 成道之家臣 为表尊养之敬意 辽作一世以助诵 无可厚非 但应以简单 隆重 如此神佛自由感受 而大开杀戒 满尘鱼肉 神佛不但不能感受 反致使世人之贪口腹 而借神佛之名 大开杀戒 不杀伯仁 伯仁因无而死 徒令神佛 背上杀生之名而已 全无体上天 好生之德 悲悯之人也 迎神游行 使百姓沿途涉岸膜拜 亦则使世人之神之威夷 再则使万民瞻仰圣威 乃地方习俗 但应之以 庄严肃穆之阵容为之 切不可大肆作心 如此 使福尽神之义 亦乃宗教之原意 以劝化世人信仰 否则 奢侈浪费 不但物资人力白费 亦抵触国家 提倡节俭之德正也 视看如今世人 一次迎神赛会 需浪费多少苦心 精神 物资 人力 如果经济富裕者 大肆庆祝一番 其影响尚小 若是平常只足自己之人 为了输人不输震 这口气 也自打肿脸冲胖子 东挪西措 风风光光的拜神而请客 其结果 面子有了 但却拖了一屁股的债 私时 债台高筑 度日为奸的滋味尝到了 后悔一字莫及了 再者迎神赛会的演戏仇神 所谓仇神之义 有者还愿 有者谢神保佑地方安宁等等 所以演戏热闹一番 以显示神明威灵显赫 其实差矣 神明保佑黎民 乃辅助天地化育之责 而若下愿求佑 为谢神恩而还愿演戏 此虽为感恩而做 巨无不可 但需认清 神威显赫 乃则及黎民 自有其一番兴盛之相 又启示演戏 就足表明神威之显赫灾 实至如今 仇神演戏又更移走了仇神者之原意了 在神庙前 为了表示敬仰神明威灵显赫之赤子心 以掩也台戏 让神明风光一番 若是志诚之心意 神明亦孝儿纳之 如以演地方名俗一句 促进复兴文化之鼓吹 促使世人在人欲横流之时代 发出思谷忧情之乡土心怀 此不但神明孝儿纳之 亦有益于地方民众 然而今日之演戏仇神 竟以演变之随着时代潮流而走 不经不古 如歌载戏竟穿播着 淫秽迷浪之流行歌曲 更甚者 演忠孝节一支戏剧 十亿不例外 此不但侮辱剧中先贤之德性 更败坏了当今世俗之纯良风尚 试看 古往今来 演戏以淫秽之剧 而败坏了青少年纯洁之心灵者 以致做出伤风破俗之剧 为数亿不少 更甚者 戏台为求争取观众 竟在堂堂庄严肃穆之神庙前 令女团圆演出淫秽动作 穿插厌恶 伤风败俗之举 无以此为甚 若就影响民风而言 会淫教恶 以冒毒神明言 罪无可赦 在神明面前 演出赤身裸体之淫秽厌恶恶 违背了善良风俗 也冒毒了神威 更花费了精神财力 则已无仇神还愿之意 若严格说 只是出钱博名而已 而所一下之后果 受人唾弃 出钱不讨好 在庄严神明之前 做不端之宴戏 在心存成敬之信徒心目中 是大不敬之罪 如此 岂是智者所愿为耶 宗此而言 迎神赛会 大开请客之言 是错误观念 若果真诚为庆圣诞 为仇神恩 则敬被花果 心相一半祷告 在经济许可范围之内 为神明热闹一番 但切记不能超出庄严之宗教仪式范围 国语有生善书 述圣神今生开光典眼法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月开光典眼古儿今 赫赫林威德则身 仪式红开尊正法 从姿圣向鬼人亲 幼师 俗子装锋说入神 何开生目藏今生 若无朔得天心阁 圣向难能显和平 新雕刻之圣神今生 必须经过开光典眼 其用意识 欺使圣向 从此通神 显赫威灵之位也 世俗所流传之开光典眼法 太简陋而偏于迷信者众 盖将新雕今生 以红指蒙住双眼 亦为辟邪神侵入附身 或为辟煞 以蜜蜂等小生物 及五谷子等 何装入预留在今生背后之小空洞中 装入后加以封闭 此位之入神 再由雕刻师 揭开红指 手指珠笔 字眼至心 至西等处 行开光典眼 经过如此后 就说有神灵了 如此果真已有神了吗 差矣 圣神今生之开光典眼 应是一种庄严仪式 岂是世辞生一人 草草为之 就可使圣神今生 通灵入神耶 为开光典眼前 以红指蒙住双线以辟邪 时是迷信之极 以圣神之正气 邪煞岂能近身 虽未开光典眼 但圣神之形象既成 邪煞当位而不敢近身 若以红指蒙住今生双眼 以辟臣会 还有话说 若以小生物或无谷子 并装入圣神今生内 更是迷信之极 小生物之密封 亦有生灵 将之装入今生中 密不通风 则决息而死 岂有入神而杀生之理 小生物一旦死在今生之内 污秽今生 时有冒毒圣神之处 故如此做法 时事劣俗也 然则 圣神之开光典眼之正法者和 资将无极法规 产明于后 以物事人 新雕刻之圣神今生 先送入鸾堂或神庙供奉 然后则定即日良辰 举行开光典眼仪式 恭请圣神降鸾赤灵符 装入今生以入神 再恭请圣神以逃笔开光典眼 其法规为 诗曰开光典眼显精神 赫赫灵威护世人 从此圣言辞且爱 神恩永又万家春 一点眼 灵威献出喜开光 二点耳 听那书成户善良 三点鼻 辨别是非成恶辈 四点口 度人既是西真详 五点心 心存人得匡十道 六点父 永久又名斩一方 七点守 启发神通施法力 八点足 圣恩浩荡则流长 经此八笔点后 使完成开光典眼仪式 可以安坐上香 此乃无极正法 使得神灵降临也 又有一法 不借神笔开光典眼 由凡人行之 但必须具有朔德之人为主 其过程必与神笔开光典眼 法行之时可也 为何必须由具有朔德之人 来举行开光典眼呢 盖开光典眼 乃是欲使目刻之圣神今身 通神起灵 若果由神笔开光典眼 则圣灵通神 乃属必然之理 若由凡人行之 如无朔德之人 则何以感格上天 赐其灵力也 宗此而言 圣神今身之开光典眼 必须依正法为之 否则 妄作胡为 焉得神灵降临乎 愿世人言而误之 国语有生善书 数堕胎与冤魂缠身之说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月堕胎古说有为人 伤害生灵造孽因 时代变迁无辞理 莫为迷信苦伤人 幼师家庭计划本周全 节欲遵行后服眠 多子多孙多受苦 须知经济立为先 西时对于堕胎 是犯法的 并说有为上天好生之德 亦是造罪孽之因 因此古人都不敢堕胎 故有儿女成群 儿孙绕西之语 而称为三多之一 三多者 多福 多寿 多难子也 现世为因人口暴涨 当局立场家庭节欲计划 夫妇兼之生男育女 以一男一女 最为适宜 或生两男 或生两女 也应节欲 因时事变迁 以非多儿女为福也 盖家庭计划 不但防止人口暴涨 亦顾虑为人父母之 经济能力与体力 数免多生儿女 为了养育儿多受苦 母身亦因此而渐衰弱 有爱美满之家庭生活 时事时代之良好措施也 但正当家庭之节欲 妇女应服避孕药 或装月谱 或手术 或男人施行手术 就可节欲 躺无提前顶防而受胎 若经夫妇同意 就可合法请医师施行堕胎 是有时神用事之徒 竟说堕胎会使胎儿不甘生命被夺 变成冤魂缠身 致使妇女生出恐惧心理 四处求神问补 以求解消冤孽 成为神棍借机敛财对象 时有所闻 无今夜为破除迷信 特殊堕胎 与冤魂缠身为体 以正信世人 庶免迷而不悟 盖政当夫妻 未适合家庭计划而堕胎 既无罪亦无过也 施行堕胎 应在受孕后一 二个月中施行堕胎 在此期间 尚未成行之胎 堕之无妨也 若三 四个月 则已成行 就不可施行堕胎 既未成行 焉有冤魂之理 现在色情泛滥 男不守道德 女不守真操 男女也何而受胎成孕 多属冤孽 在未成行之前 施以堕胎 虽有犯法 亦无大过 仅女方失去真结而已 因此而四处常闻 有堕胎之举 若以堕胎 就有胎而冤魂不散 而缠身之说 实无稽之谈 乃是神用事之徒 鬼人耳目 制造迷信以惑人 以历界积敛财尔 因妇女受胎未成行 仅是一块肉而已 既未成行 就不能说是胎而 仅能说是胎肉 不是胎而 就无灵性 既无灵性 就无灵魂也 堕胎 仅堕其胎肉 焉有冤魂缠身之理 愿世人了悟 以破除迷信 小编补充说明一下 先佛说的是对的 但是小编要强调 是夫妻二人同意 而且胎儿只有一两个月情况下才是无罪 若您是未婚怀孕而堕胎 或者胎儿已成型而堕胎就不一样了 而且除了夫妻二人同意堕胎之情况 其他例如未婚怀孕堕胎者 死后是要下血污池受苦 很可怜的 不过若是被坏人玷污而怀孕者 堕胎则不用下血污池 反而是坏人未来要下地狱受苦 小编建议若真的有拿掉胎儿者 其实可以超把举荐到灵修院 例如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英灵去修行 未来他们正为先佛时 则可以当您的守护神 一般英灵都在枉死城 确实也很可怜 若有犯下血污池之过错者 赶紧去佛堂忏悔发愿 或者住印善书 行功利得来弥补 小编推荐可以向异赤拱横堂 寇问先佛要如何处理 会堕入血污池之原因 一、曾在瓦斯庐上量衣服 含精血衣物 或在河川洗含精血衣物 二、曾在野外、山水、神佛面前 行污秽、行淫之事情 三、曾经未婚堕过胎 或已婚却故意堕胎 或逆英虐英者 四、行一帮协助人堕胎 自己教唆人堕胎 还有包含浪费五谷之人 如何悔过与避免堕入血污池 一、诚心忏悔 然后去圣堂、拱横堂 做专案成书、注印善书 详细请自行去问拱横堂 用忏悔心与功德来化解 二、最好帮堕胎的英灵 抄拔到拱横堂浩天子受灵修院 化解怨源又可结善缘 让他们可以修行变先佛 最好自己也生前筑集灵修院 避免去地狱受苦 抄拔一位均为六千台必整 国语有声善书 术、神碑之客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月一至前程岛上苍 通灵神意表心香 天人交接生祈宴 悲客开弥妙里扬 诱诗 夜深人敬俗陈清 拜祷焚香李志诚 此祭刻悲当一宴 及兄弟可补分明 圣佛先神 灵印无边 神通广大 但来无影去无踪 又不现身于世 亦不直接以言与世人 是故古人为祈求圣神之指示基矣 难有神碑之设 碑者告也 以竹头所至 流传至今 已有千年之久 凡寺庙公堂 均有神碑之设 民间家庭亦有之 鸾门以目彼提杀 传真圣意 已感化世人 凡善男信女友 所疑男之事 可以在圣神降鸾伏笔之时 寇请指示 目彼通灵 自可以文字传真圣意 指示所寇求是之答案 但无涉鸾笔之四妙 则被神碑以公善男信女祷告 以阴阳碑为准 已是圣神 以同意其所求之意 若笑碑或因碑 则表示神意 不同意其所求 所以一般善信之求神问补 一概均赖以神碑为之也 怎奈世人 对于神碑之刻 却未能正确于 透彻之任 是即运用 故使有神碑不准确 而愿圣神不灵 则有之 无神经特就此 作意阐明 以物世人 愿世人独而言之 物而寻之 则多有灵验也 凡有事扣于神前者 刻碑之前 必须书成 排除杂念 然后将心生 借三柱清香 禀告于神前 毕恭毕敬 以刻神碑 盖神碑之象征 以亿因亿阳为事为己 两阴则否定 或不是或是凶 两阳者 即孝碑 则两可之间 或是不明 或即凶不定 刻碑之人 逢此象征 可在重围祷告 请碑明事 俗传刻碑 必须连刻三圣碑为准 不必此也 与云 诚则应 真诚可通神 只刻一碑之象征 就可定是否也 但刻碑 罪即有口无心 仅以口柄所求之事 而心不在焉 胡乱刻碑 绝无灵验也 欲求灵碑 须在夜深人静之时 书成祷告 一半心相可透九天 其神碑自能准确 若在人生顶沸之时 或古月喧天之时 行刻神碑 往往不得其准也 虽得阴阳碑 亦非神意使然也 盖喧闹之时 心神难以统一 神灵亦难以接纳故也 但虽在夜深人静之时 书成祷告 刻碑亦须辨别 所扣求之事 是否正当 若扣求之事 以备伦理道德 非为之事 则神明文之而不理 虽得到神碑 亦非神意也 刻碑者所谓 神人合一 否则如电路不通 自无感应也 国语有生善书 祭煞 九天玄女仙姑将 诗曰 煞神遂厄运当衰 充犯人身病 则遂 欲祭无门多受苦 于今开礼物迷吃 幼诗 今前古说可通神 不法之徒骗善民 几万几千堪解煞 到头却是伐回春 煞者 乃遂人入恶之神 所谓煞神也 盖天有运术 人亦有运术 所别者天运 乃为化于天地万物 而人运乃人身一切之 荣辱成败 及身体健康 故天之运 乃大自然之动力 而人运 则以气数为动力 是以大自然之煞神 可遂人之气数 而使其运入恶也 人犯煞之因 以运衰之时 罪易充犯 故俗云 没运当头 百事不随者也 而犯煞除了运衰 是不随外 亦有破财 或伤身 或禅病等之现象 最常见者 则乃无因之病 如无端头痛 心痛 或者手足痛 更甚者神经 微有错乱 世人多知 冲煞犯煞 而不知其解法 常受江湖数事 或者神棍之 借机诈财 常为拿几万几千 定可包围解煞济煞 善良之民 急于解除煞困 因而受骗者多 不止失财 尚且多受困扰 最后上落得一事无成 更甚者 有数事 神棍 借煞名而失骗于妇女 一不细查 非指失财尚且失身 落得真结玷污 悔不当初 此诚令人感叹 无不忍世人受此困扰 更不愿是知教徒 借此而诈财骗色 特将计煞解煞之法 阐明于后 凡有冲犯煞者 当一如是作 自可解煞也 冲犯煞神 大敌可分为 石冲与运冲两种 石冲者 乃天时运术 冲克人身 是以全身 无可抗欲而犯煞 此教豪解 只需以素果清查 公赦相案 以及向祭送之 并发善愿 以祈祷为祭 心诚可格煞神 不敢缠身而去 如果运冲者 乃是气运衰微 故能受冲运之衰者 大敌有失德之处 唯有立善愿 广补功德 祈祷于神前 自可见纳而解 盖人之运兴衰 有关于功德之后保 人之善德 可格天心 可赐福改去 先天以定之命运 故运改煞去已 宗此而言 充犯煞神 几乎世人 绝无可避免 除非大巨朔 得功果之人 实可避免 所以若欲祈求 祭煞解煞 当依无言而作 自有灵验 切勿听信 江湖述士 或者神棍之言 胡乱为之 以免落的人才 皆受骗 有者数是神棍 谨义知半解而胡为 反而自身充犯煞神 而不可解 若欲托人 祈求祭煞 亦需选择 具有善德之人 或道行高深 具有正气之人为之 使得效果也 盖其人 素有道德 以其得以格神 或可有厌 国语有生善书 数真假神道之认识 九天玄女仙姑将 诗曰 以神社教道平传 自古而今不济年 产傲说威修性命 待天宣化便三千 幼师 正邪不变道难修 步入歧途一世修 方寸灵台须把握 逍遥及热愿堪仇 素自一千余年前 未因世人 未必本来面目与善性 一味作恶多端 致孽气冲天 触怒天言 降命在与混沌 思石官 张 吕 岳 王武恩主 不忍坐视苍生 一旦遇到混沌 则善恶无分 玉石俱焚 乃供义贵寇 天池 恭请收回成命 并毅然请命 下凡劝世度众 设神道以化人 借非鸾 提醒人心向善 处处开堂 方方铲教 此乃设鸾门之由来也 自此 大道贫将传于世 以儒为宗 以神为教 画俗一封 岛人旅人行义 修身养性其家 此乃鸾门之正宗也 宇云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大道普将于世 万魔一起 武于凡尘 阻扰大道之推行 动摇半道之心 古惑修道之志 因而 俗世 魔分猖狂 遍布败道之陷阱 万劫不复之火坑 烧意不慎 便入其壳 成为一师族 成千古恨之遗憾 三草普度 上天大开方便之门 正是修道可得道之良机 但 物有正反 是有真假 大道亦然 道之正邪 由其义而分 道之真假 由其指而别 盖正道者 禀天心好生之德 屡行仁义 以感化世人 弃恶从善 弃人心以弃天心 修性命之精灵 以成大道之果 邪道者 被正道而持 以假乱真 或世人之心智 借正道之表 而行邪道之实 事故 世人只要尽心会心 自可窥察此道之意 就能澄清分别正道或邪道也 半真道者 秉天心之志功 体天行道 并除私欲 不贪不取 正己化人 任劳任怨 任匪任棒 慈悲为怀 心怀弱骨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能恕人之所不能恕 遵奉真理 寄人之极 救人之威 如是者 成是半道之人也 半假道者 即神道之名 诈骗众生财 以饱私囊 查其行为 为人假意 假辞假悲 不修口德 说人是非 换句话说 即神道之名 以图一己之私利 即慈善之行事 以遂其半道之贪欲 假行善人之风 时事罪恶滔天 现行事道交离 人心不古 虽在舒适之中 但亦不乏善德之人 热善好施 虽抱着真喜舍 不怕假和尚之心理 但亦应认清神道真假 恕免受不法之徒所愚 国语有生善书 恕 相命可信否 九天玄女先姑将 诗曰 命重祸福本无常 屈及避凶向有方 运礼攸关为利得 改除灾恶化为昌 人之命运 未助生 以先助死 故曰 生死由命 人之一生 荣心枯衰 本有一定之运数 故又曰 听天由命 人之命运 在其未出生前 就依据前世之善恶 而注定其贵贱 故出生在富贵家门之人 是其前世有积德 出生在贫贱家门之人 是其前世有积涅 然而 在世有善觉者 就能起伏反转其命运也 人生在世 其命运时有起伏波折 鲜有一帆风顺者 因此 人人都欲明了 其一生之命运之好坏 与吉凶 此乃人之常情也 所以 就有人研究向命学 为人向命 自古流传至今 皆然也 向命学之精确与否 乃依其人 是否惊言而论 盖向命学 乃依据一礼 演变而成 以天文星相 配合人之生年 月日尘而推算之 就可知其人之命重 好坏与吉凶 因天运有数 而运遇生人 故人之生意在天运之中 所以遇算人之命运 由天运数理而推测 大可算出好坏与吉凶也 如西石周文王之神卦 汉管路之善补 皆是经言义礼 故能尚窥天相之奥秘 算人之吉凶也 人之命运 既由天定 但由其人之 既善德与既恶业 而能改变其命运 例如 有一个人 已注定其好运之命 但为人心地不良 不务正业 有手好闲 不肯奋发努力 岂有不劳而能得者乎 结果 好运之命 就会变成坏运之命 又有一个人 已注定其坏运之命 但为人勤俭 努力奋发 心地良善 结果 坏命运亦能改变为好命运 此乃不义之理也 是故 天意无私 为得是福 所以 或福凶及无门 由人自照也 人之运途有起伏 自有吉凶 若能行善积德 就能一凶化吉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也 倘若一味作恶多端 而不知悔改 则一吉化凶也 现今之事 善向善补之相事 息之又息 盖音未能经言一礼之深奥 故无心得 其所言学 不过皮毛之学 而自吹灯堂入世 铁口直断 以为人指点吉凶 结果难得应验 因此向命 亦是枉然也 无劝世人 应了误人之命运 可以由人改造 只要心地善良 不做坏事 勤勉从事 前信神佛 虽是坏命运 亦可改成好命运 虽是逢凶亦可化吉也 国语有声善书 述 外台戏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月 外台演戏表前程 答谢神恩感圣名 亦在劝中间劝孝 岂之便知不堪平 又诗 演戏也能劝视频 剧情故事表辞人 如今便至伤风雅 遗害人心怒圣神 自古以来 仇神赛会 在神庙前演外台戏 以增加热闹 亦可表示 静神之诚意 此乃世俗之习惯 但 古之外台戏 其剧情 皆选用中 孝 结 一支故事演出 勿使观众 得知古人之为人 是以中孝 结义为本 死后 使能流芳万事 彼使观众 有所感觉而笑法 所以演戏 有于热性 亦是一种 复兴文化的工作 世人都认为 仇神演戏 是演给神明观看的 以其欢愿神心 有此错误之观念 故每当祈求 圣神庇佑之时 就下愿演戏 因而每逢 圣神之诞辰 有个神庙 一演戏 就连续演至十多天 亦有连续演戏 一个多月者 圣神 其喜欢关系 也 非也 圣神都是得道之事 死后为神 其再生之时 均是忠孝 结义之事 他们仅享受香烟而已 并不喜欢观看世俗之演戏 然则 演戏之剧情 若有劝化世人 扬善机拙之故事 神明当然喜欢 其喜欢是喜悦世人 有待天宣化之举 并非喜欢看戏 所以 演戏必须选择 有教化之良好剧情故事 否则 神明不但不喜欢 甚且讨厌极了 外台戏 有子弟戏 歌仔戏 布袋戏等 盛极一时 其剧情 富有劝世之故事者 仇神赛会之时 在神前演出 时有借神威 而可劝人 弃恶从善 时有益于社会人群 故自古以来 凡圣神之圣诞日 皆有演戏 以资庆祝 怎奈 近几年来 外台戏已多变质 剧情趋于现代化 服装亦多改变为现代装 已失去古香古色之眼剧 其唱念亦多改变 甚至唱现代流行歌曲 粗言也语 更甚者 亦有演跳舞与香艳之戏剧 虽有于热性 却能使观众 享入飞飞 美其名曰 改良戏 如此戏剧 公然在神圣之庙前演出 使有商大雅 而失去文化价值 与劝势之功用 如今演绎天外台戏 如歌仔戏 就要花去几万元 如布袋戏 亦要几千元 下院者 竟然热而花此 无畏之金钱 何不将下院演戏 改为下院热捐于 有益于社会之救济事业 或慈善事业 则神明更加喜悦 而热于庇佑也 愿世人应于了物而为之 国语有生善书 诸命运 九天玄女仙姑将 诗曰 蔓延命运本天成 只要勤修可改更 多少人生良转恶 皆因暴气毁前程 诱诗 三分注定七分修 心地善良福可求 游手好闲无好运 因其努力愿看仇 命者生命也 运者运气也 人都有命运 仅生命之长短 与运气好坏之别耳 世人甚多出生于贫贱家庭 处于困苦环境 而不奋发图强 却自愿其命运之坏 愿天尤人 执迷不悟 甘愿堕落 两可惜也 须知人之命运 三分是天注定 七分是由人自己努力创造 所以不论命运之好坏 只需努力创造 虽处在坏命运 亦可转移为好命运 如不勤勉奋斗 虽是良好命运 因其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就能将其好命运 变为坏命运也 例如有个青年人 生成注定三分好命运 故生来就很聪明 但因不辱歧途 不务正业 每日游手好闲 满望不劳而得 不求上进 虽有三分之好命运 却无七分之努力创造 结果堕落为一个不良青年 终生无好命运可得 变成社会的害群之马 又如一个青年 生成注定三分坏命运 虽生来就在困苦之中 却能奋发图强 不畏艰难 不辞辛苦 勤俭劳力于正当事业 终成为好命运之人 而能发达昌旺 此乃自已创造七分之辉煌命运 所以然也 一个人之命运 其生命虽注定受算甚长 可想高年 但因不修身 荒淫适度 只生活不正常 自己残害其身体 结果妖兽 此乃自己促短其受算者也 虽有良好运气 但因既无身体 亦无所用 又如一个人之命运 其生命 虽注定短受 但因其人 心地善良 起居正常 不做违法亏心之事情 善为调色身体 顾身体健康 精神满足 勤勉其事业 顾其生命转长 运气转家也 所以 人之命运 是可以创造的 因生成之命运 紧注三分 七分是由人自己来创造的 切勿执迷不悟 而误认为人之命运 是由天注定的 而不努力去创造 甘愿自暴自弃 则枉为人也 国语有生善书 述 诚则应 九天玄女仙姑将 诗曰 寡欲清心至不耕 敬神礼拜要书成 须知信念前祈祷 至格林威感应生 诱诗 前程致敬表忠诚 一半心相达欲经 在杀鸡屯天醉利 清查国品喜神明 书云 虽有恶人 斋戒沐浴 可以似上帝 所谓斋者 斋其心也 所谓戒者 戒其成也 就是说 虽然是恶人 能知悔改 清斋其心 书成其意 洗净其心 也可以拜祖上帝 所以 敬拜神明 内心必须抱着 虔诚之心 外表必须清洁 素整其荣夷之貌 如此虔诚之境 自由感应也 孔子曰 济如在 济神如神在 无不予济如不济 此即孔子对于 至济济神明 都疏成而济济 以教后世之人也 又是人之济济济 神明 大多数都杀鸡宰诸已济 如此杀生已做济礼 屠天醉利 实无拜神之诚意 神明岂敢接纳乎 此事是人自贪口腹 及拜神而杀生 不但自已造成杀虐之罪 圣神亦难堪也 事故拜祭神明 仅以清茶 国品 素菜 书成奉敬 圣神自能喜而见纳 所谓 一半心相透 九天 则是书成祷告之意也 圣神之所见纳 仅是一成与香烟而已 礼物盖不接受也 俗云 有其成 则有其神 无其成 则无其神 此即成则应也 愿世人应了物此埋 渐渐改善民俗 庶免杀生造孽 亦可减少浪费 以成感动圣神极应 此时一举三得也 九天玄女先姑将 开明一俗之著 整整半年 继十二篇 夜已住完 虽是仅十二篇 但已将是之陋习 大要阐述 则能借以改善民俗 有益于社会人群 则荣幸以 愿此书能得普遍赠月 以资开民一俗 则不复奉一旨之著也 无本事上古之神女 亦称玄女 世俗称无畏 九天娘娘 二月十五日生辰也 无拜师圣母援君门下 曾参赞天机 赫蒙无极老母垂青 现居于无极天之无极宫 五千年前宣元皇帝 曾拜无为师 皇帝占吃油于捉路 无曾下凡 受皇帝以兵符印鉴等物 并为皇帝智奎牛谷八十四 岁破吃油 金凤无极一旨著书 性不如命 愿是知人人君子 慷慨解囊 书成著印 广为赠月 功德无量 九天玄女拔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助级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级老母从无级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级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助级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助级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助级往生弥勒净土 助级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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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比达尊坡 比达尊坡 南无比达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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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达尊坡 南无比达尊坡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添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